哈喽我是桃子 今天开始 桃子带着爱丽来高级生存里开心坑了 听说在高级生存的模式里 难度更大 玩法更刺激 对于我一个第一次玩高级生存的人来说 小伙伴们有什么意见给我吗 出生点附近有一个激活的星镇 想要保留家的位置 但是要花费一颗星星 我现在像是有一颗星星的人吗 爱丽穿着她的新衣服 来生存了 别说还怪好看的嘞 阿里是不是一个隐藏的穿戴大师呀 哎 生存第一天干点什么好呢 没听过那句名言吗 要致富先露树呀 嗯 可是没有斧头怎么露呀 发现了一个小霉块 先收集起来 哎呀 没有稿子露不下来 我把这事给忘了 找找看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收集 小石头 这个可是出奇的宝贝 看我发现什么了 棉花 不过这个棉花需要斧头才能采集 为了防止刚才霉块那种情况发生 我还是先做把斧头吧 过来采集一点小树枝 哎 草本 你怎么还捡我的木头呢 我又站着没等 是你的木头自己掉在我身上的 这怎么能赖我 用小树枝和石头合成一把斧头 把刚才的棉花砍掉 下面又发现了一个棉花 不过现在做一张床需要五个棉花 要想在第一天做出床 估计是不太可能了 竟然发现了一个雨林之心 嗯 可是要黄头斧头才能采集 还是算了吧 反正现在也用不着它 生存的第一天就采集一点物资吧 石头 木头 还有地上的这些杂草也采集一下 我还记得之前火山生存忘了采集杂草 搞得我们下矿都没有火把用 这次可一定要吸取教训呀 采集了一天的屋子 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们的床还没有做出来 怎么办 没办法 一张高达 高级生存的怪才能说服 也只能这样了 火把这里围一下 能装得下我们两个人就行了 天黑了 伤人出来了 这两个火把可不能浪费 收着收着 走走走 快和我们的小屋躲起来 插上一根火把照明 你看 下面有闻闭牢 原来下面就有矿洞 这下好了 我们下矿就从这里开始吧 不过这漫漫场业如何度过呀 太难熬了 太难熬了 太难熬了